各位 我從日本遊回來了 哈囉小宇 笑笑 好久沒有拍片了 我剛剛搶到我去甘田了啦 小宇呢上禮拜去日本玩了一趟 在這上逛逛著呢 逛到一間化妝品店 然後發現了這個東西 跟化妝品到底有什麼關係啊 這個東西呢號稱是 世界上最強最堅硬的 防切手套 這上面他說 你只要戴上這個手套 不管是什麼刀子都切不破 你也完全不會受傷 接上了最強錢包這個東西之後呢 我已經不相信所有什麼什麼什麼 最強的東西啊 今天呢 就來使用刀子切手吧 反正手斷掉 就可以上熱門了嘛 啊哈 OK那我們就開始吧 Let's go NO快最強 防切手套 這個東西看起來 一點也不像最強啊 看起來宅子超普通的啊 這真的可以切手嗎 這完全不像什麼很強的手套的感覺啊 不過等一下 一個小刀 然後我就直接送醫院了 為了證實這個東西 是不是最強的防切手套呢 今天呢小宇準備了幾隻刀 瑞絲刀 水果刀 大一點的水果刀 美工刀 醬油 這不是我的啊 這麼多刀 那就先從最立的 醬油開始好了 真的有用欸 哇好棒喔 哇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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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終於成上升了 醬油開始切手了 該自虐的還是要自虐 有切切就有一點歷律 那就來試試看嘛 妳覺得要先從哪裡開始啊 隨便來 我覺得這個手套很貼身 它就是一種我會讓你的手被切到的感覺 不會啦 我先從最不立的瑞絲刀開始 我開始切喔 啊好主張 啊我不敢看好恐怖喔 3 2 1 噢 欸妳知道怎樣 這樣啊 啊好酷喔 欸我出超大力的欸 真的切不開欸 我第一次用這個利刃的麵 然後直接切手的感覺 有的是這種感覺喔 好可怕喔 來直接聞聞看 拜託 它是時間最強 時間最強再破掉 我就 生氣死了 我超大的利刃 完全沒切到欸 喔 好可怕喔 欸 其實我怎麼被切到的感覺 真的假的 不會吧 還好啦 真的切到了 是吧 真的假的 好看 哪裡 不見 嘿嘿嘿 下一個 水果刀 喔 喔 有聲音了欸 喔 好可怕喔 頭髮無傷 你切二手 快點啊 我不要 你吃吃看 嘶 啊 幹嘛 沒事 嘿嘿嘿嘿 啊 大一點水果刀 喔 我不想要玩這個遊戲 回來日本當然就是要切手啊 超爽的啦 欸 已經切出一個傷口的感覺了 傻眼 那一條狠狠的線 一剛才說我們是不是就是 在切出來的時候 手指最常受傷 那直接要切手指吧 然後我就說 然後我就說 欸 沒事欸 你看 這很屌 然後手指丟下來 呵呵呵 你這集就只會講 太怕什麼的而已喔 你不會講一點反應喔 你能想像一個人在你旁邊看到 另外一個人在那邊 只切自己的手的感覺嗎 真的 沒弓刀 喔 這個很厲害 剛新買的沒弓刀 喔 啊 沒感覺 直接手指切好了 完全沒有感覺 雖然證實好像有什麼事情 但是又好像一種失落感 你看 你怎麼這麼奇怪 你就是這麼莫名其妙 哇 各位有種失落感 切肉菜刀 感覺很低 我還新買 喔 好利的感覺喔 最後一個東西好了 切切看 3 2 1 頭髮無傷欸 這怎麼切都沒差欸 都不會痛欸 好屌喔 真的切不屌欸 完全都沒有傷口 我是購物分架的頻道 OK 各位 以上就是 NOTO快事業最強的房間手套 他真的切不過 真的切不過 他做到那麼堅硬的用意 是為什麼 接泡彈是不是啊 為什麼要做到那麼強啊 在我這集沒有辦法做太大的反應 你看你看你看 又來又來又來 又修好反省 說真的我覺得這個東西 我剛才已經試了 非常的大力去用各種刀去切它 或是去磨它 完全沒有熱傷口 說真的我真的滿懷疑 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材質 可能會有一些線 然後還有一些針 機器之類的 大概是機器紡織的 所以才會這麼堅固 你還以為自己還亂講話 我現在呢 這個東西 大家一定會再去買一大堆 然後去切自己的手 然後再來說 又是我教壞大家的 好啦 所以呢 建議各位如果想要買這個手套了 這就是你們的醬油啦 OK 我小雨 如果想要我你的影片的話喜歡 至少點訂閱小鈴鐺 喜歡喜歡這部影片 給我分享 隨便看你的按個讚 真的太恐怖 我的心意衝擊太大了 OK 我小雨 謝謝見 掰掰 趕快再拍個兩次小維褲 以前的樣子吧 這不是我的啊